菩萨的这个名称 其实说实在的 并没有太多神秘的色彩 色彩 没有太多神秘的 他菩萨没有什么很多神秘 很多人说这很神秘 这个人很神秘 菩萨没有 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 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 有大慈大悲的心 有大愿力的心 不疲不愿 无愿无悔 都是愿意为一切众生 无论是小 无论是大 无论在哪里 在一切处 一切时 无论他在哪一个生活当中 都是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把自己的时间 把自己的能力 无论财力 或者种种的 把自己的能力 来贡献给社会 贡献给大家 贡献给国家 贡献给一切众生 所以这一个人 在佛门里面中 称为什么 称为菩萨呀 也不愿意做呢 要做吗 要做不做吗 要做菩萨吗 要不要做啊 说实在 不但愿意 你看哦 我以前有遇到一位居士 我希望你们要学习 这位居士 他的生活条件很好 他跟我讲了 来见我的时候 他说师父 我想要发心 也是很扶持的 对我扶持 也是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 他跟我说 他说师父 他说在这个地方很多道场 我想要去做义工 那你做义工 要发什么心呢 他说 他要做那些 人家不想干的 人家不想做的 我来做 人不爱做呀 我来做啊 人不爱发心 我来发心 我说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洗厕所 人家不想去洗 我来洗啊 人家不想打扫 我来打扫 人家不想检草 我来检草 人家不想丢垃圾 我来丢垃圾 人家不想干的 我来干 你想干吗 你想做这个事吗 你看师父 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 第一天 刚刚出家 我师父叫我去做什么 专门洗厕所的 洗了多久 洗了几年 一年 我好没面子 我好难过 好痛苦 很心很烦 人家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我在那边洗厕所 你看 那个心里好难受 天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跟师父抱怨 明明知道义工这么多 你不找我去做别的 拼一拼教我洗厕所 你说 我心里好难受 你想一想 都痛苦 我去 给我洗厕缘 书是这样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真的 很多人里面在这个 大殿念佛 在大殿敲地中 带大殿敲法器 或者去柜台 或者做其他的 不愿意做一些 人家不想做的 他就是菩萨 所以后来我再明白 我师父在磨练我 磨练我什么 磨练你的傲慢的心 所以教你 天天一起洗厕所 而且洗厕所的福报 是最大的 真的 我没有跟你骗 但是你不要误会 从今天开始 我不在念佛堂念佛 我也不在教法系 我要天天洗厕所 不是啦 不是这个 不是啦 你不要误会啦 不要误会啦 不要误会 最主要你的出发心 那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菩萨 我们看下面 所以菩萨呢 都是喜欢为一切众生来服务的 这个指是谁啊 就是地藏王菩萨 谢谢大家